在过去的一年里 中国下饺子的气势丝毫未减 中国建造的舰艇术仍然让世界感到惊讶 中国海军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地变强 近日在网上就上船 我国的电磁炮 一次再次在公海进行舰上试验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 一个老牌海上强国因此受到了刺激 说起这个世界上的海上强国 慕庸质疑美国一定是居于第一位的 虽然中国近几年不仅拥有了两艘航母 同时各种先进顿舰一艘接着一艘 但在面对美国多达12艘的航母群时 我们还有着很多大的差距 但中国的发展潜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或许就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 让19世纪称霸海上的英国处境生起来 据参考消息援引香港媒体的报道称 在英国开始脱欧之后 不少怀旧的英格兰本土主义者 开始推出了一个惊人的战略 既旨在重塑英国作为世界经济及军事大国 这一辉煌地位的全球不灭颠计划 不得不说当知道这项计划时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尽管英国现在的国际地位让人感到了尴尬 甚至是让人为其感到悲哀 但重塑英国作为全球主要大国 这一辉煌地位的强烈愿望 不免让人开始理解 为什么英国会变成现在的样子了 根据其计划纲要 英国先是要重返东亚 随后还要增加起50%的国防预算 更重要的是摆在英国人面前的还有两座大山 中国和美国仅从防御预算看 2017年的时候美国达到了6100亿美元 而英国则只有470亿美元 至少十倍的差距 也不是简单的几句话 口号就能填平的 虽然中国相比美国还差得远 但显然会比英国要高出很多 仅从这一方面 英国就完全没有可比性 而另一方面 海上力量的壮大 也离不开各种舰艇的支持 说起舰艇建造方面 英国同中国就更加没有可比性了 有意思的是 一直喜欢同中国进行比较的印度 其海军总参谋长就在近日举行的 第四次来西纳对话会上表示 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 200年来全球前所未有 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军能发展得像中国海军那样迅速 所以说英国想要重建其作为 世界经济及军事大国这一辉煌地位 对于英国来说 简直就令人可笑 就以英国的伊利沙白女王号航母为例 其于2009年开工 直到2017年才服役 并预计到2020年才有可能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而到那时估计中国的第三艘航母或许都已经出现了 有意思的是 英国网友就说过 中国一年的时间就能建造出 几乎整个英国皇家海军的舰艇 英国有什么能力能重回巅峰 可以说 没有资源作为后盾的军事野心可能会让 英国显得十分愚蠢 而非强大 甚至有可能会招致灭亡 英国仗在危险的边缘游走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下关注 谢谢观看